不论何时,在我们头顶,距离几百到几万英里的太空中,总是遍布招数千颗人造卫星,但是,在那些比你拳头大的人造太空物体里面,宰鬼的人造卫星只占了少数,大约有95%都是太空垃圾,包括了失控的空间站,运载火箭的部件,宝贝的卫星以及遗落的宇航员工具等等。 这种危险的太空垃圾移动速度,大约是高速飞行子弹的失败,而且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落回到地球。 太空垃圾对航空器和航天员的危害是巨大的,在1991年,俄罗斯一颗失效卫星,直接与本国另一颗卫星碰撞,造成了巨大的爆炸,到最后手甚至连碎片都已经追踪不到。 不仅如此,很多太空碎片很有可能,在某一时刻,开始向大气层里降落,由于很多碎片都是由特殊材料构成,本身就携带辐射,加上碎片在太空中待了许久。 如果这样的碎片成功坠落,在人群密集的区域,将会是重大的打击。 夏图展示了截至2017年10月,在地球轨道上拥有最多可追踪对象的国家机构排名,图表显示了俄罗斯前苏联目前拥有最多的太空物体,总数超过6500个。 然而,它并没有贡献了最多的太空垃圾,美国赢得了太空小邋遢的称号,与俄罗斯的3961个可追踪太空碎片相比。 美国共创造了3999个可追踪的太空垃圾,像电影《地心引力》中发生的在地球轨道上发生的航天气碰撞事件,并不是那么不可思议。 近年来,类似事件开始,频繁上演,2009年,两颗无人卫星宇宙2251俄罗斯和异星33美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在西伯利亚上空800公里出江状,两颗卫星总重1.5多,碰撞产生了1800块直径10厘米以上的碎片。 其中任何一块碎片都能再摧毁一支航天气,并产生更多有巨大破坏力的碎片。 2001年也发生过一起印度火箭与俄罗斯卫星碎片相撞的事件。 中国的太空计划岂不很晚,但它的3475块太空垃圾排到了第三。 这是因为2007年中国在反卫星武器试验中,摧毁了自己的一颗卫星。 这个备受争议的举动,瞬间创造了超过2300个个追踪的,35000多片大于一厘米大和超过100万个大于一毫米的太空垃圾。 仅这次试验就是人类50多年来积累的太空垃圾数量,跃升了大约30%。 这一情况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,因为如果任由太空垃圾层多,可能会影响正常卫星、轨道飞行器的工作,导致出现更多太空垃圾。 形成恶性循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